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西笑语 吕梁那块 在吕梁那边 这位先生一出场你有没有觉得还挺帅的 挺帅的 真的挺帅的 你看还不好意思 先生其实做生意很多年了是吧 对 原来就在那个护士包头 原来就在护士包头 那我们其实很熟悉 三西的大同意去过好多次 您当时看到了我们这个银女士的时候 是一眼就看上了吗 还是回去回味了一下 就一眼看见 看对了 然后就跟我们联系 对 然后我们的编导就帮您联系了 对对对 你这中间让你等了多长时间呀 等了是等了好长时间 我也经常跟他们联系 她说我会帮你联系 帮我联系 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你老问是吗 对 我老问 银姐姐 你好 王王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来我们这个节目 竟然会有这样一份缘分啊 没有 没有想过 我不想期望太高 怕失望嘛 那你现在觉着呢 失望吗 不失望 请问这次我们请你来 你还不想来 你说你要不来 错过多大一事啊 为什么不想来啊 感觉是上次来 没有看到自己心仪的男人 所以有点灰心是吧 你也怕教会来了还是没有合适的 对吗 对 你要是来一次就结婚 来一次就都找着 我跟王方现在就累死了 对呀 关键是 先生您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 您会不会觉得 哎呀 我等的人就等到了 是有这样想 确实有这样想 感觉一看见一看见他 还有就是见他的人 我喜欢的人 所以先生我们找了一段视频 您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2016年8月26日 尹志平女士以三号女嘉宾的身份 登上门当户对的舞台 您是自营餐厅 自己是老板 啊 就娘了 都是吧 我感觉我自己 呃 长得也也挺好 也也挺有气质 我觉得她的心意蛮温柔的 呃 也温柔 由自己理想抱负的她 却为前夫的一句承诺 做起全职太太 我相信之前你能做全职太太 肯定家庭条件还可以吧 不是很好 她说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我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就这一句话 我就去相信她 就这么快乐地过了十几年 但是事业的牺牲 并没有换来稳定的婚姻 天塌下来了 我才感觉到 天为啥塌下来了呀 因为她找了一个女人到家里 然后要求 要求她和她在一起吧 其实这一段婚姻 对我的打击是由死到生 虽然当期节目她最后登场 但坦诚的讲述和优雅的气质 依旧打斗了男嘉宾 我想跟三号女嘉宾 我选择三号女嘉宾 三号女嘉宾不错 我可以和她见面吗 不是我的菜 之前遗憾离场 这次能否牵手幸福 确实好眼光啊 这个女士真的很漂亮 是是是 哎呀 你很会看啊 我还行啊 我也可以吧 就是绳子不行 别人都行 你能做个服务称吗 我看一下 哇 人家用手指啊 这个手指尖啊 满意 天哪 这个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哇 天哪 这应该说她的体质 精神断裂还是不错的 来来来 老云内老师 您给弄个五个手指的 来 来吧 来一个 来一个 啥情况 你不用说太多 凭就她刚刚做的任何一个 你做一下就行 可以了 可以了 真的挺好吗 真的 挨到这个地方 咋啦 你来一个 我不行 我也不亏啊 那你摸一下地 我看看 能换个音乐吗 怎么祝我平安 二号李嘉宾您好 刚才这一段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挺好的 你想 你这餐厅外边站个塌 谁还敢进去 先生 您喜欢这种猛男类型的 猛男还过去 你是不是一下觉得我这个人就软不赖 至于发生之后那什么了 没有没有没有 依然觉得我是还很帅是吧 你也是猛男 我也是猛男 你觉得小黑是啥男 柔软的猛男你是 小黑是啥男呢 小黑是情况 小黑是温柔的猛男 好 还有 了解一下一号男嘉宾的婚姻情况 什么原因离婚的 我在外面做生意 成业的内蒙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他能够付出的 就全部付出 来确保今天 要这个马到成功 他是今天 是不愿意失手的 剧长和亲事都要负责任吧 对吧 二号女嘉宾 和我们一号男嘉宾 从开场 俩人就一直 各种秋锅送来送去 对 此时此刻 这一个历史性的见面 就要来到了 我真心很期待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 二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那一阶级 哎呀 他心都挺温和的 亲爱的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我感觉很激动 很激动 会不会眼泪都要流出来 会的 其实 其实这么多年 一直在等一个懂你的人 对 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 所以当你走出来的时候 那一刻其实我也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 可能一个人的生活命运 也许从此就改变了 对 特别激动啊 没关系 我觉得特别为你高兴 而且上一次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 没有 那次节目播出的时候你看了吗 看了 你看了的时候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啊 我感觉第一次能登上这么大的舞台 自己表现还行吧 多好啊 你是没有人看到吗 有 他们都在夸赞 平时上班的一些是累吗 可以吧 就是看忙忙的 今天谁陪你来的 我的姐姐和姐夫 姐姐好啊 对我们这位男嘉宾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挺好的 谢谢谢谢 姐夫好啊 你好王老师 看到那小姨子突然很感动 您会不会也挺感动的 是的 其实他这么多年一个人不容易吧 对 所以你们今天千里迢迢来陪他来 就是希望 有个好归宿 我的姐夫相当好 真的 没有我姐夫我不会长这么淡 对 那个小黑也是当年就是 他不是煤矿工 他是到煤矿玩的时候掉煤坑里了 后来他妈妈找不着他了 拿一棍 最后捅啊捅啊捅啊 后来发现软的是人 硬的是宽碳 然后他长着了 今天姐姐来啊 这么多年你会不会很心疼小妹啊 因为我们父亲去世的早 从小就是我妹妹九岁的时候 就跟着我长大的 所以我就一直关心着这个妹妹 就会不会在家里边 我妈妈在家里边 我妈妈在家里边 就会不会很心疼小姐 对呀 对呀 我妈妈在家里边 让我一路就不散啊 对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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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楚 因为你想 肯定有你们认识的朋友看到了嘛 会不会告诉他呢 也许会吧 但是你保证 你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对吗 你觉得他会不会反思啊 这个我觉得应该会吧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都会去反思自己的错误呀 比较自己的优点呀 去反思去成长吧 每个人都会 他现在跟孩子关系怎么样 一直我们离开以后就没有联系 你跟你的前夫没有联系 孩子也没有联系 对 孩子现在跟你怎么样啊 挺好的 我孩子跟我就像姐妹一样 那个孩子支持你再找一个吗 支持 他很小的时候吧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一号女嘉宾的那个孩子吧 他就反对 他觉得就是 我就是他的唯一 我就是他的所有 然后他就很排斥就是一个隐形走入我们的生活这种感觉 近几年他也随着就是生活的历练和成长 岁数的成长 然后看到我的艰辛 他也最会理解我作为一个母亲应该有多辛苦 我觉得二号家女嘉宾还是不错的 她也是那种作家型的女性 但是她可能面临着马上就要做一个这个胜带的手术 假如你们交往的很好 你愿意照顾她吗 愿意 而且这个手术很多人都不说话 那太好了 你说啥他听啥 不用照顾 只是他有一个月不说话 这个时候你就抓紧时间把你想说的话全说了 你倒是说呀 又不是你说话呀 你不是你啥都想说吗 你说呀 你把说话的眼全过了 一旦嗓子好了 这个人我估计每天就滔滔不绝了 看看你们两位的交流如何 请在那里做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我最喜欢问他许例什么许例 高中吧 高中还可以 你抽烟吗 抽烟 抽的多吗 抽的比较多 我是一心一想借烟 久的是一口不脏 先生那假如说你找了一个女朋友 他监督你借烟你愿意吗 我愿意就是希望他管我寄掉 要不我没办法 你借一个大手大脚的女人吗 看条件 现在大手大脚话还可以 我是南方人 我如果回南方 你愿意跟我去南方吗 愿意 你累了我来给你按摩 是这样 你有孩子吗 有 多大了 一个29 一个27 儿子还没成家 姑娘 外孙都有了 你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非常好吧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树兰皮草真情告白时刻 有请两位到中间来 蓝的会选 是沉 是不沉 应该有点希望吧 比输了 我自己转过去就行了 那我还得看人家算不算呢 那是他的事 来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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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谢谢大家